自身浪漫銀白世界 北海道滑雪行程夯 但今年十一月起 住宿又得多花錢 北海道金水谷丁宣布開一間飯店 每晚房價多收約台幣四百二十五元 算下來五個晚上就得付超過兩千元 在突破的情況下 不是只有去日本貴 去每個國家都一樣會變得貴了 不接受就不要去 跟台灣就是民宿比起來的話 好像有些在國外住 其實好像也沒有那麼貴這樣 加四百塊的話 另外還有札晃韓管關係的大阪 也都沿你開增住宿稅 日本國內交通費用也接連韓漲 北陸地區四天鐵路周遊券 三月十六號起 從五千零九十日元 漲到七千元 漲幅百分之三十七點五 大阪周遊卡四月起 日元從兩千八百元 漲到三千三百元 台幣約七百塊 漲幅近兩成 複日成本節節攀升 團費也跟著水漲船高 像黑布麗山的開山 四月十五號開山 五月份的竹立的紫藤 一直到以後的秋冬 這個漲幅預計的部分 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這是最保守 甚至有個保存這二十五 眼看季節限定的黑布麗山 四月十五號開山 今年團費平均都落在四到五萬 比去年漲了一到兩萬 偏偏日元正緩步走強 根據台銀排告匯率 日元現鈔賣出價 從二月十五號最甜匯率 零點二一到三月四號 零點二一三二元 一路上漲到十三日 來到零點二一七一元 以換新台幣五萬元來看 等於少換五千日幣 以大百塊就一真 門票加上快速通關 七千八到八千左右 餐廳加上十八的稅率 以前我們在日本吃 吃碗拉麵大概在八百八九百塊 現在到一千二一千三來起跳 眼看台人最愛去的日本 各項成本提高 這也意味旅客荷包又要縮水 近新聞的劉沛寧玉成採訪報道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